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今天就让我来讲一个鬼故事给你们听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鬼故事呢 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小孩子 比较有可能看到很多鬼故事 都是发生在这些小朋友身上 为什么呢? 我们每次听到人家说 小朋友跟谁自言自语都在说话 好像在跟空气说话 他们的运程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就会看得见那些 我们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在18岁以前 我在18岁以前 我会看到或者听到 灵界的东西 灵界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听到 我最后一次Encounter鬼 是在我18岁的时候 在我读学系的时候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 因为我在JC的时候 我是没有读Cmax的 所以当每个人都在读Cmax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在学校里面 独自一个人当来当去 那我就跑到了 我就去Explore了我的JC 我就跑到了3楼 顶楼那边 然后来到顶楼的时候呢 我突然间想了上厕所 于是我就进了一个厕所 我就进了那个厕所 在上厕所的时候呢 里面只有一个Curicle而已 我突然间听到 有一个阿公跟一个孙子在谈话 当时我就想说 OK 为什么会有一个阿公跟孙子在谈话呢 应该是很懂 我不当一回事 可是后来我仔细又想一想 这里是学校 JC JC怎么会有一个阿公 带着一个小孩子呢 可是一个小孩子 可能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 当时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后来我仔细想 哎呦 如果是Cleaner带着孙子来做Cleaner 是不可能的 那我又仔细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他们的鬼话 他们在讲什么 OK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应该 不可能是Cleaner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女特 女特怎么会有一个男 为什么会有一个老人 一个老阿公 在做Cleaner 然后带着一个孙子 在那做Cleaner 是不可能的 然后 我听他们讲话 完全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说应该不是 不是人在说话 应该我听到的是 另外一个空间的人在说话 然后我也知道说 假如你很不幸 你遇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显得你很惊慌 害怕 要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好玩 他就要想要作弄你 于是呢 我就假装我什么都没听见 其实我的心里面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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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心跳加速的 我就赶快要匆匆忙忙的 赶快要finish我的事情 就赶快洗手 然后就走出来 可是我又假装很镇定 假装什么东西 没有听见 没有看见 其实那是很难的 但是我是尽量的说 做到 不要显露我的那种 慌张的情绪 然后就赶快出来了 从厕所里面出来 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见鬼的那个经验 那么之前呢 我在之前呢 我也是 在之前我是 不是只是听到 之前我是看到 之前呢 我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就 在那么一年里面 我就连续见到三次 三回 三次 那三次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同样一年 我遇到了三次 第一次呢 就是那年呢 我们刚刚搬新家 然后从 晚上夜里呢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人在我的耳边说话 然后我以为是说 哦 那是可能是罗赛邻居传上来 在谈话的声音吗 他们其实是一个男人 声音非常低沉的男人 跟一个小孩子在说话 那个声音就停 就不见了 然后当我眼睛闭上的时候 我又感觉到 那个声音其实不是从楼下传上来的 当时 我以为我说 我睡在那个窗口的旁边 我听到楼下的邻居的声音 其实不是 那个声音是在我的房间里面传出来的 当时我就又再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的时候 声音又停了 又听不见了 然后我又闭上眼睛 那个声音又回来了 所以当时我就吓坏了 我就赶快 奔出去 然后去客厅 去找我的家人去了 第二个经验是比较恐怖的 比较恐怖的经验 当时我也是独小生 就是苏不四年级的时候 那爸爸妈妈买马票 就是送马票 就是带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去旅行 那在泰国旅行的时候 我们住进了一间酒店 这间酒店 非常的奇怪 是在 有点像在乡下的那种酒店 然后呢 你走进的时候 走进去的时候 整个酒店都是 orange color的setting 这个灯光是非常昏暗的 硬生可怕的 然后呢 我们走进那个长廊之后 走到深深的里面去的那个 rotel room 然后打开那个门槛 看到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圆形的床 这个床呢 是 它的床的顶 它的头顶上 床的上面 那个床的上面呢 是一个拔挂镜 可以 can imagine 一个很大的拔挂镜 就照在这个床的上面 那你在想 为什么会有一个拔挂镜 照在这个床上面呢 是不是 有起着一个保护的作用呢 会不会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东西会来袭击 躺在床上的人呢 这是 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到的 ok 后来呢 晚上的时候 ok 我当时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automatic ok 我身体会automatic 说ok起床了 上厕所了 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爬起来 我要上厕所 当时我就 坐着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眼睛 看到眼前 有一个 人 那个是肯定 我肯定那个是一个男人 当时我就想说 诶 这个人怎么真的像成龙 因为他鼻子很大 当时我就 我就告诉我自己 ok 我可能是在做梦见成龙了 Jacky Chan 后来我就 因为我现在不是 不是梦见成龙 这个是真的 我眼睛真的看到了成龙 当时我就 我就 我在这个眼睛 哎呀那个其实是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在我的面前 大概距离我 就是一个树装台 树装台 是一个整个panel 都是 都是镜子来的 然后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 然后我看到镜子前面的那个人头 那个人头呢 他只是一个人头 就挂在了 挂在了那个 空中了 然后就 就刚好在 就好像就 就就就就就就坐在我的 我父亲买的那个 木 的 的 上面 当时我爸爸在泰国买了 五个 的那个 木雕 他就挂在那个 木雕上面 然后呢 那个那个人头 幸福当时他没有看着我咧 他当时是 面向那个厕所 测边的厕所 然后他嘴巴是 开关 开关 开关的 很明显的 好像是他在跟人家讲话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在看他 这个时候呢 我就 我就打了自己一个耳 就捏了自己 捏了自己的脸一下 然后就打了自己一下 然后确定 那个不是在做梦 因为会痛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 我去赶快躺下来 假装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就假装我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呢 我就用被子 盖住了我自己 OK 然后呢 我就尽量的去 叫醒我的身边的妹妹 可是我妹妹呢 像猪这样 完全不 没有反应 所以我捏他 我打他 他都没有醒 然后就是呢 再距离我眼一点的 就是我姐姐 可是我姐姐 好像我不敢打他 所以我 我怎么叫他 他已经不会醒 接下来我就 至于我父亲 我母亲 我没有办法 我不敢 就是说 大声的站起来 或者叫我的父母亲 所以我就脚上面 别看见 所以我就躺下来 然后就把整个人自己盖在那个 那个 背子下面 然后呢 我就 反方向的方法 我就反方向的方法 铺上前去 怎么讲呢 就是说 本来是大家这样子躺着的 对吗 这样子躺着的 然后我就 大家的头 家人的头部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躺着 现在我是反方向 我就这样子 我就趴着 趴着前面这边 趴着呢 就 为什么我趴着 然后我 那我趴着的时候 我身边 那个家人的脚就在我旁边 对吗 然后我就用那个那个blanket 就这样子 掀开那个blanket 来偷偷看 偷偷看那个东西在不在那边 OK 结果那个东西还在那边 然后我就忍着 因为我要上厕所 但是我也不敢讲 所以我就忍 一直忍忍 到了凌晨 5点钟的时候 听到鸡提声 鸡提啊 鸡叫的声音 这时候我才把那个被子掀开 掀开的时候 就发现到 那个东西真的不见了 OK 一直 那个东西一直都在那边 直到那个鸡提声出现了之后 那个东西才不见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这么急了 之前呢 那个3点到 3点到5点之前的 那个时候 憋得我要死 可是一听到 鸡提声 那个东西不见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也不急 就上厕所 然后我就累的 睡着了 第二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19点了 我就听到我的姐姐 跟我的妈妈在聊 他们看到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才发现到说 原来姐姐昨天晚上 也是看到了同样的 这个人头 挂在那边 OK 然后姐姐呢 她 可是姐姐的那个形容 她形容 那个人头跟我形容的 有点不一样 她说 她不确定那个是一个男的 她说好像是一个女的 有长头发的 所以 我在想说 可能她看到的是一个女生 我看到的是一个男生 然后我刚才不是想说 那个男生跟那个女 好像在跟厕所里面 有东西在对话吗 所以估计 那个东西 那个地方不只是有一个人头 应该是有很多的人 然后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睡在 拔挂镜的下面呢 应该是 因为我们在拔挂镜里面 它飞不进嘛 可是你想想 我突然想到说 哎呀当时我这样盖着的时候 对吗 假如说 那个东西 注意到我了 OK 她 她知道我在 她把那个 她知道我在用那个 我在拔挂镜里面 我现在盖着的时候 突然间她注意到我 然后当我把她掀开的时候 她的她的头 这样 这样子哦 飞过来 问我 你在找我吗 这样的话我不是被吓死了吗 不幸亏 她的今世纪只是我的 噢 你没想到她没有发生啊 哈 今晚这世纪 那我在附近 我们就告诉我们的附近 那个地方有 整个肮脏的东西 但是我爸爸很奇怪 她说她从来没有出过鬼 所以她要留下来 她还买了啤酒啊 买了花生啊 在那等 等到 等到天都亮了啊 她也什么都没看见 然后第二天 我们才 才搬走 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 我进腿的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呢 是我在乡下的时候啊 当时我 我也是小事 你不知道什么 就是在那一年 看到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是要走 我拿着那个手电筒 要去 找那个 大人对吗 就是说 我们有一条小路 我们有一条小路 从这个小路这样走 那个山 差不多走三 两分钟的斜坡啊 就从 从 下坡的 就会从 大伯家的屋子啊 OK 你走上一个小坡 就会来到了三伯家的屋子 那么中间呢 在这个 在这条路上呢 我们两边啊 就会有很多bushes 还有我们的高高的树 这些高高的树跟bushes 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 别的怎么样了 可是那天我照给完毕 我就拿了一个手电筒 我就拿着一个手电筒 在那边照来照去 然后我旁边呢 我还带着我的那个 呃 我的 我的nephew 他当时才两岁这样子 我就带着他这样子 我们一路走 我跟他讲说 走我们上去找那些大人 因为 因为 大伯家没有人 只有三伯家 全部的人都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找他们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手电筒 一手拿着手电筒 一手牵着我的nephew 两岁大的nephew 然后我们就让他们走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手电筒 照啊照啊照啊照 结果照到前面的bushes 不远的一个distance 大概这样的一个distance 看到那个bushes里面有一只脚啊 从那个bushes里面窜出来 那个脚是怎么样的 就是inverted的脚 就是一个很像 穿着那个Chinese opera的 Chinese opera的那种 长裤白色的裤子 还有那种 那种黑靴 长长的那种 那种黑靴 从那个bushes里面窜出来 当时等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到啊 有一句话啊 英文的啊 叫做 Rooted to the ground 我真的是Rooted to the ground 我告诉我自己 跑 可是呢 我完全没有办法动 我就frozen在那边for 5分钟 大概5分钟 然后我告诉自己 快跑快跑 可是我完全不能动 我只是脑会动而已 我连嘴巴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 然后我的脚完全不能动 frozen 5分钟后我可以动的时候 我就拉着我的nephew 我说抓住住快点跑 快点跑快点跑 但是我在那边frozen 他跟我说 我不要 我不要 那你要怎样 他就跟我说 他要我抱他 他说我要你抱抱 我当时我说 哎呀开玩笑 我都没有力了 我还抱什么抱 然后我就问他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走 你不要跟我走 我留你在这边啊 我不要走 我就跟他走 那我先走了 当时我就想说 如果我把他留下来的话 如果我跟他一起留下来的话 可能我们两个会一起死的 因为那个东西会想到 那个bushers里面 跑出来去呢 然后如果我 当时我 走回头路的话呢 我继续去找我的大伯 回去我大伯的家的话 也没有用 因为大伯的家是没有人的 当时我只有一条路 我就是往前冲 穿 就是pass by 穿过那个bushers 去找三伯 但是我的动作很快 所以我就想说 上去的话 我还有一些计划 就是说找到那些大人之后 再回来救这个nephew 所以我就跑 跑去了之后呢 然后到了门口的时候 到了门口的时候 看到那些大人都在里面 在谈天 然后看到我一脸那种 被惊慌 被被吓得 和脸色抗白 他们就问我 你干嘛你见鬼啊 当时我的嘴巴 吐不出来 我只能够说 是 真的是 我这个 我这个点头说 真的是见鬼 真的吗 这时候大家都拿着那些 扫把啦 竹头啦 什么一大堆的 都要去打鬼 ok 就当我们走出那个门口的时候 要走上那个bush 下去找那个鬼的时候 当时我刚才讲 nephew还在那边呢 哇 那时候大家很着急 大家要去找 去救人的时候 就发现那种 远处有一个森林 从那个黑 黑的那个 那条路这样走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 哦 原来是 原来是nephew的妈妈 他抱着nephew 抱着他的孩子 慢慢的这样走出来 然后他一边走一边讲 咬熟哦 一边啊 把这个孩子放到那里 好不容易哦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跟他说 是我嘛 然后当时他想说 呃 呃 看了鬼啦 看了鬼 ok 然后他们说 啊 怎么鬼 然后呢 当时是看到鬼那边 所以我 我笑到没办法 所以我才会 我才会跑来找那些大人求救的 当时他妈妈听了他想说 哦 不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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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 不怪你 因为你还 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ok 不过这件事情啊 让我 真的是 就是那一年里面 我连续看到了三次 ok 所以我不得不相信 这世界上 确实是 有 鬼的 嗯 嗯 这个 我才可以说 不怪